哈喽大家好 很多小伙伴们私信我说 学姐托姆斯克这个城市有没有一些娱乐场所啊 像国内的剧本沙啊 然后一些鬼屋的游戏啊 这样的一些娱乐场所 其实托姆斯克这个城市可供我们活动的范围很小 所以娱乐场所呢也并没有那么多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在托姆斯克 除了学习我们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来缓解一下在这里孤独的生活 首先呢就是这里有剧院 大家可以从网上订票 我们可以去看一些歌剧啊 舞台剧啊音乐剧啊 其实这些在俄罗斯都是很火的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去剧院的时候 一定要穿得非常正式 非常好看 这样工作人员才会让大家进去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托姆斯克国立大学会经常举办一些活动 比如说篮球赛 然后每个节日会有相应的舞会 比如说复活节 有复活节的游戏 新年有新年的晚会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 来自各个国家留学生 啊 举办的这样的国家的文化节 我们也可以参加去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 不同地区的文化 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再有呢就是散步 俄罗斯人其实很喜欢散步 当天气好起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河边散步 去河边烧烤 这些都是很可以的 都非常的俄式生活 那么本期视频呢 我就列举一些 我在这个月所参加到的一些活动吧 在这个月中的月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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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